应国务院总理李强邀请 建交46年来 双方的政治互信不断加深 各领域的合作成果丰硕 为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中方愿同八方一道 以莫特利总理此访为契机 不断增进两国政治互信 拓展务实合作 推动两国关系 迈上新台阶 开辟新前景 莫特利总理访问期间 中巴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 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 深入交换意见 并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中国和蒙古是山水相连的友好邻邦 近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统 双方高层交往频繁 各领域合作不断深化 去年11月 呼日勒苏赫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习近平主席同他就两国携手推进 现代化建设 共建和平共处 守望相助 合作共赢的中盟命运共同体 达成重要共识 中方高度重视 奥云额尔登总理辞访 期待通过辞访 进一步深化中盟政治互信 充实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内涵 助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 中国和新西兰互为重要合作伙伴 去年两国共同庆祝了建交50周年 明年将迎来中心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十周年 半个多世纪以来 中心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 创造了诸多第一 各领域的合作给两国人民带来了福祉 也为地区的和平稳定和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此次访问是西普金斯总理就任之后首次访华 两国领导人将就双边关系和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 中方希望通过此法增进互信 拓展交流 推进合作 不断深化中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更好地汇集两国和两国人民 越南是中国的社会主义邻邦 去年中共十二十大后 习近平总书记邀请阮富仲总书记访华 为新时代中越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破坏了宏伟蓝图 今年以来两国高层频繁互动 各部门各地方的交往合作密集重启 高层共识逐步落实 此访期间双方将探讨落实两党最高领导人共识的思路和举措 着重就深化一带一路合作 加强互联互通 稳定产工链等深入交换意见 相信此访将进一步巩固中越关系的良好发展势头 推动两国全面战略合作走深走实